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MongoDB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MongoDB的安装 也就是说今天我带着您 咱们一起安装下这个数据库 好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首先说是MongoDB安装文件的下载 这个是推荐给Windows或Mac用户 因为咱们在实际生产过程中 或者说开户过程中 更多的适用于Linux或者Unix服务器 所以今天我给您讲解的是 第二个 咱们在Ubuntu上进行安装 Ubuntu咱们采用的是 Ubuntu Server的1604的版本 同时是STL长知识版 我准备用Ubuntu里面 自带的一个软件管理包apt进行安装 这个也是它官方网站 所推荐的安装方式 一会咱们会看到 接下来咱们安装完之后 就要启动一下Mongo的服务器 或者说叫做服务 咱们怎么启动呢 今天也会给您讲到 好 咱们先看一下 今天安装文件的下载 是这个网址 这个是MongoDV的官方网站 咱们想下载 点击右上角下载 因为我现在是2018年2月19号录的视频 以后这个网站布局可能会变 目前是点右上角进行下载 好 咱们看 进来之后 这有一个社区版的服务器 因为咱们它有企业版 咱们现在因为学习用免费版 所以点这个社区版本 社区服务器 大家请看出来了吧 现在最新版本是3.6.2 那咱们就用这个版本咯 有三个内容 你看一个是Windows 这个不用说 然后是一个OS 这个Mac 这个是推荐给这个Mac的用户 咱们就是用这个Linux服务器版 然后在这里面 咱们找 第一是Amazon的Linux 这咱肯定不要 这个是AWS所使用 咱们用哪个 往下走 往下走 最后这个 咱们用这个Ubuntu 16.04 这个版本 64位 大家请看 我选到这个版本之后 下面这给我出来一句话 请用包管理器进行安装 apt 对不对 那咱们点击进入 好 咱们进来了 这个是全英文的网页 但是它详细的写明了 咱们该怎么安装 比如说 咱们要安装哪个软件包 这个软件包叫什么名称 都包含什么内容 然后呢 下面是具体的安装步骤 这个网页内容很多啊 我呢 把它总结了一下 就是下面这个地方 同时这个网页的网址呢 我也给您准备好了 您直接打开就可以 然后呢 下面是它里面所写的 如何安装的内容 那今天咱们就按照这个步骤呢 进行安装一下 好 我现在这呢 给您准备了一个 Ubuntu的服务器啊 咱们现在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版本啊 大家请看 我现在用的是16.04 这个没有问题吧 16.04.3 长约版 好 那咱们在这个服务器下 一步一步操作啊 咱们安装一下MongoDB 稍等 我把这个编把这个编条关上啊 这样咱们看更加明显啊 好 咱们先来第一行啊 往咱们的这个本地的Ubuntu的软件仓库中加一个key Go 这个因为咱们是往这个软件仓库加了 所以他需要轨栏口令 所以这地方咱们要输一个管理员的口令啊 OK 加起来吧 没有问题吧 接下来第二步 咱们要进行安装哪个版本 大家请看 这个3.6 咱们就要把3.6 这个 这个叫做这个软件仓库呢 拷贝到本地 这是这个 这条命令的作用啊 咱们试一下 Go 大家请看 拷到哪去了 拷到这个路径下去了 咱们直接现在进入这个路径看一下啊 但是这个其实不是蒙古DB的知识啊 它是apt的知识啊 但是既然咱们讲到这儿 就进来看一下 大家请看 以后咱们还可以为这个服务器装更多更多软件嘛 那么就会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仓库文件 大家请看 这个文件记载着从哪个URL取得它最新的版本的数据库 OK 那咱们这是 这个是Ubuntu的apt的知识 有机会咱们再讲啊 好 接下来咱们做这个系统更新 为什么 因为咱们把软件仓库的内容更新了 那么Ubuntu现在还不知道呢 咱们现在需要通过一个系统更新命令 让Ubuntu知道啊 我的软件仓库多了这个文件 多了这个软件包 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咱们现在更新一下整个的系统 让大家请看 这个Ubuntu的这个信息 系统已经认到了嘛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咱们通过这个命令 进行安装 叫什么 叫Ubuntu-ORG 好 咱们试一下啊 不是Ubuntu 我把这个说错了 是MongoDB ORG啊 好 咱们安装一下 有朋友说 大家请看 这需要276兆 有朋友说这个 安装这个ORG是什么意思 咱们往上看这个文档页啊 这地方都给你写出来了 安装不同的软件包名 里面包含呢 不同的内容 用这个ORG呢 是说所有的软件包呢 咱们都会安装进来 那咱们用这个多的 多的嘛 对不对 以后呢 咱们可能会讲它多如宁包的命令了 包括这个如何数据库备份 如何数据库的恢复等等 咱们没有这个控制台的命令呢 肯定是不方便嘛 所以呢 推荐您用这个最大软件包进行安装 哇 它这安装可能还稍微花点时间啊 那咱们就等一下吧 因为今天是这个2月19号 我正好是这个NBA全明星 我这个网速可能接受了慢 为什么 因为我边上还荡着这个 下载这个NBA的全明星的这个视频呢 因为我这个是NBA的球迷 所以我一会儿 讲完这个视频之后呢 录完这个视频之后 我准备看一看这个全明星的比赛啊 我是真的非常喜欢 结果我知道了 乐布朗对战胜库里队啊 以这个三分优势战胜啊 我也不想看看 因为我其实挺希望库里赢的 但是 今天库里队也没发现好啊 主要是最后得了赞 好像好像我没看视频呢 好像说得了赞 最后有一个重大失误 导致了这个库里队失分啊 我回来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哇 这个装的还是有点慢 那一会儿我做这个 后期整理的时候 我把我这个视频速度稍微调快一些吧 因为我不想这个一个视频 录的太长时间啊 276兆的话 我的网速本身并不慢 因为我们这个楼大概是百兆出口嘛 我一般上载的速度最快一秒钟能达到八兆 那换句话 就是没都 所有人都不用 就我一直在用的时候 能达到八兆 下载的速度也差不多能达到八兆 但是因为他这服务器在美国嘛 所以可能相对慢一些 大家请看 我这个下载速度是多少 一秒钟才236K 可能跟我现在正在下载NBA有关系啊 一般下载NBA 不好意思啊 这个希望他能够快下载完 不过有喜欢看NBA的朋友 也可以给我留言 咱们也可以讨论一下NBA啊 我想嗯 今年我像这个这个 有机会吧 去这个看一场 去现场看一场 有这么个打算 不过还得看这工作 拍了开 拍不开啊 还有一分三十多秒 这个一会儿我在做这个视频剪辑的时候 可能我要把这个地方剪下去 有可能啊 要不这个可能 这个视频时间有点太长了 这样吧 正在下载 我再给您说一下我这个文档 接下来的内容啊 就说咱们大家请看啊 咱们现在在执行这个命令吗 是进行这个mongodb的安装 安装完之后 咱们通过这个服务 service这个命令啊 来启动这个mongodb 如果想重启呢 比如说咱们改了一些配置 想重新启动呢 用第二个下面的命令啊 restart 如果咱们想停止这个数据库呢 用stop 非常简单 但是有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 呃 咱们安装完之后 也可以启动了 如果服务器自己重启 怎么办 操作系统OS 它自己重启怎么办 它重启之后 默认的情况下 mongodb呢 是不会自动启动这个服务的 那么需要怎么办 就是今天咱们第三个支点啊 mongodb 或说mongod精灵县程的启动 用这个方法 咱们进入这个目录 因为这个ubentu 哦 叫ubentu 叫ubentu吧 ubentu 它这个以前是用service命令启动 现在呢 是用这个service配置文件进行启动 所以呢 咱们需要进入到这个目录去 然后编辑一下 这个mongod.d这个文件 编辑完文件之后呢 咱们用这个system control 或者叫system control吧 呃 进行 为什么我说control呢 因为日语叫control 不好听 所以我这脑子短录一下 这应该叫做control 用系统控制命令呢 把这个服务变成系统级的启动服务 然后呢 就能够启动 然后呢 通过这个start命令启动 通过stop命令呢 停止 通过这个呢 来确认这个服务是否应启动 通过这个is enable呢 来看一下当前服务的状态 一会儿咱们都会演示到啊 哦 这就是今天的课件内容 好 课件内容讲完了 但是 但是我看下载完了没有 OK 漂亮吧 整好吧 好呢 试试啊 咱们现在安装完这个之后 咱们先看一下默认啊 去这个etc目录下 看一下这个mongodb的设置文件 稍等一下 我这还敲错了 大家请看 在etc目录下呢 有一个mongod.config 这个是mongodb的设置文件 咱们直接看一下它的内容啊 呃 这个内容吧 以后我会给您细讲 现在我像给您说的是这个端口号 mongodb呢 它默认的是打开IP的这个端口号 咱们只要tirenet一下 127 然后敲上这个端口号 就能看到现在mongodb再没再启动 刚装完之后大家请看 它没启动嘛 对不对 所以我tirenet这个端口号呢 哎 它连接不上嘛 那怎么办 咱们先用这个命令启动一下mongodb OK 启动完之后 咱们再tirenet一下 哎 怎么样 可以连上了吧 说明咱们现在mongodb呢 启动成功 好 接下来咱们用这个命令呢 把这mongodb的重新启动一下 OK 也是没有问题 再接下来 把这个mongodb停止 停止这个服务 好 也没问题 然后咱们再tirenet一下 看看是不是已经停止了 哎 怎么样 已经停止了吧 OK 那么咱们现在这个时间点 如果重新启动操作系统的话 这个mongodb是不会给咱自动启动的 这在咱们真正的生产环境很麻烦吗 咱们希望咱们系统维护完之后 重新启动 所有服务都能够给咱自动启动 对不对 那怎么办 就是下面这个逻辑咱们试一下 进入到 这个目录 看一下 哎 我怎么突然被搭写了 大家请看 这个系统中有好多的服务文件 都在这配置好 咱们不管 咱们只看咱们的mongodb的文件 mongodb的服务设置文件 这是它服务设置文件的内容 这个内容 有机会的话 我给您讲吧 您现在先去看一下这个文档 里面写的非常详细 其实这个文件很简单 就是说 它的用户组 启动目录 然后占用了各个内存的大小等等 这些个基本的配置 咱们开发阶段 其实并不用说 太关心这个文件的内容 这个文件内容的管理 其实是交给您的公司的db去管 它在如何优化服务器 如何优化税库方面 db是专家 咱们今天只是涉及开发 好不好 好 咱们看完这个文件之后 咱们通过这个命令 来启动 mongodb的服务 试试 够 好 清完之后 咱们再用刚才的time right来看一下 能不能看到 能不能确认它启动 那大家想想怎么样 顺服文的mongodb已经启动了 然后通过下面这个命令 把它停止掉 这个刚才的service命令 是一个意思 好 咱们再看一下 停止了 没问题 然后咱们通过这个命令 把它变成系统级 自动启动的命令 试试 够 好 大家请看 已经完成 对吧 它现在就建了一个系统级的符号 然后咱们用这个命令 确认一下 是不是自动启动的状态 enable 已经启用 好 那现在咱们怎么办 重新启动一下系统 咱们重新启动一下系统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系统启动完之后 是不是mongodb呢 给咱自动启动 那怎么看 继续time right吧 一time right发现 哦 这个服务还在 我什么都没操作 也没做什么这个start命令 它就能够自动启动 说明咱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对不对 好 我想我的系统应该已经启动完了 咱们试一下 选择这个restart session OK 我输入我的口令 好 咱们进来 然后咱们系统刚刚启动完 马上执行下time right 看这个mongodb起没启动 go 怎么样 启动了吧 非常的简单 如果您要是不执行 这个命令的话 那么您系统 重新启动 OS重新启动完之后 mongodb的服务 是不会给咱自动启动的 这个呢 请您一定要注意 特别是DB的朋友 一定要注意哦 好 以上就是我给您讲解的 mongodb的第二课 今天呢 咱们安装 并且呢 启动的服务 那么从下期开始呢 咱们正式学习 如何操作这个数据库 好 那咱们下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